风声 雨声 读书声 声声入耳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大家好 这里是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每天陪你学习 进步 成长 我是秋子 在开始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因你们而精彩 作家李宇棠曾经说过 我们要有做自己的自由和勇敢做自己的胆量 人生短暂而转瞬即逝 对待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顺从内心 选择自己想走的道路 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 不要成为他人世界中的配角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不要让自己被限制在狭窄的框框里 不要因为过分在意他人的感受而失去了自我 我们应该以最好的姿态善待自己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照顾全世界 在我看来 一个女人最酷的生活方式就是忠于自己的内心 勇于坚持做真正的自己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的辉煌人生首先属于我们自己 然后才会与他人交织出不同的旋律 那么如何才能忠于自己呢 首先要好好关爱自己 从内到外散发出迷人的气质 从每一个人生阶段中散发出希望和光芒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聪明的女人都能做到三不管 让自己的命运变得越来越好 让自己的人生充满精彩与多彩 一 让自己热爱运动 无论年龄有多大 诗人玛雅可夫斯基曾说过 世界上没有比结实的肌肉和新鲜的皮肤 更美丽的衣裳 即使一个女人没有漂亮的脸蛋 坚持运动也能让她展现出美丽动人的魅力 运动是女人持续保持美丽的最佳途径 我曾阅读过一份国外医学杂志的研究报告 这项研究对20多位男性和女性进行了近50年的跟踪观察 结果发现 热爱运动的女性身体年龄比不喜欢运动的女性年轻15岁 而男性年轻了35岁 只要让自己热爱运动 并将其变成不可或缺的良好习惯 无论年龄有多大 都能让自己越来越年轻 聪明的女人深知一点 即使外貌再美 终将衰老 然而 唯有热爱运动才是延缓衰老 最佳的身体保养方式 经常运动的女性能够保持身体健康 减少疾病对人生道路的侵袭 真正拥有健康和快乐 同时 运动使人精力充沛 散发出独特的气质和魅力 明显比同龄人更年轻 更幸福 因此 无论多么忙碌 都应该抽出时间锻炼身体 热爱运动 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 并将其变成不可或缺的良好习惯 让每一次挥洒汗水都成为健康 快乐和愉悦的积累 二 在外界喧嚣中 坚持自己的道路 作家艾莫生曾说 不要在自己之外寻找自己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真实的自己 但往往在生活的框架中迷失 最终变得与自己不符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被他人的意见和看法所左右 甚至以他人的生活模式为依据 使自己的情绪时情时语 渐渐变成了别人的复制品 我们经历过挣扎 妥协和懊悔 但总觉得难以摆脱自顾自的命运 使自己变得无法自主 真正有见地的女性 并非从未彷徨或纠结过 而是真正明白一个道理 不管外界多么喧嚣 要坚持走好自己的道路 作家村上春树说过 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洋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因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个体而不同 标准已因此有所差异 有人追求功成名就 一锦还乡 有人喜欢田园木戈般的诗意生活 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没有对错之分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就是最适合的 不要因外界喧嚣而失去内心的宁静和平和 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向前 只有坚持做自己 你才能拥有内心最纯粹的快乐和幸福 才能勇敢面对困难 不畏辛劳 一直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不断前行 有些人无法相处 不必勉强自己 这并不代表你有什么错 只是彼此不适合而已 请记住 在人生中不要随波逐流 守护内心 让自己活成自己所期望的样子 三 与他人相处时 要坚持自己的主见 演员于飞鸿曾说过 独立自信的女性从不依赖他人 人生是属于自己的 何必寄托于别人来获得满足感 有主见的女性在人生旅途中拥有独立的灵魂 她们自信 干练 积极 乐观 坚韧和勇敢 以阳光洒脱的方式生活 不会刻意降低自己的姿态 来迎合他人当面临问题时 有主见的女性从不盲从他人 她们有自己的判断和观点 绝不轻易陷入盲目从众的状态 她们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主见的人 而不是只随身附和 因为失去主见就意味着失去了自我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她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寻找适合的解决方法 而不是盲目听从他人的安排和意见 这样做不仅能获得正确和适合的答案 还能避免走上错误的道路 莎士比亚曾说过 倾听他人的意见 但保留自己的判断 一个女性真正的聪明之处 并非一定要具备天赋的聪慧 而是要能明辨是非 有决断力 拥有独立的判断力是自我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人生智慧 当你真正拥有主见时 能够判断事情的是非和曲直 看出一个人是否可靠 从而避免陷入歧途 减少人生中的麻烦和是非之争 只有这样 你才能拥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净土 女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轻易模仿他人 而应保持头脑清醒 做人生中最正确的事情 喜爱运动 坚持自己的道路 拥有主见 才是善待自己的最佳开端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有所收获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 成就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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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